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 慕婉婷应该是在上海 到香港的轮船上 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 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 你说这个事会是谁做的呢 是 婉婷她怎么样 别着急 别着急啊 算她命大 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 这慕家对外公布 催连凤 报病而亡 至于慕婉婷的身世 至今绝口不提 除了慕家的人 只有参与过审讯的我 和徐伯君知道此事 你说 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 赶尽杀绝呢 她答应过我 说要把婉婷 娶进都军府去的 还说会亲自去提亲 是啊 那是因为当年慕婉婷的身份 并未暴露 徐伯君对付革命军 也需要慕家的支持 有你没你啊 她都会去向慕家提亲的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慕婉婷的身份 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如果有新人 顺藤摸瓜地 查明了当时的真相 那对她来说 可是一个大危险啊 所以 当然会处置后患了 会对她给她 人生以为家 妻子良 能不能让我和婉婷 单独待一会儿 婉婷 婉婷 我知道 我不是个好父亲 可是我今天见到你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 我都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我拔戒徐渡君 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 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希望你能够 嫁到渡君府里去 可事到如今 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都完不回所有的一切 婉婷 我只求你能够 好好地活着 为了你娘 为了我 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只有活着 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保证 送婉婷去香港 说到做到 不许可 大花银行57号 那个保险柜里 有你想要的东西 怎么了 我下午看到慕婉婷在你车上 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能跟我提亲 不会是跟她有关吧 你不会是想进屋藏郊吧 你笑什么 我又不傻 我藏谁也不能藏她呀 那你还想藏谁 不是 都弄脑子 我都有你了 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 吃什么醋啊 那我也是个女人啊 我也会吃醋的 你至少告诉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来 来 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 但既然你看见了 我如果不说 你可能会乱想 到底怎么了 害死你哥哥的凶手 另有其人 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 是一个外国记者 在餐厅对面 拍黄埔江的时候留下的 他刚好记录了 徐伯军轰炸仓口时的情景 当时我怕节外生枝 所以就出钱把这段交卷买了下来 这也让我无意之中 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 沐远航死亡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钟 而他的手表 却停摆在三点钟 是被我调后了两小时 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判定沐远航 是在徐伯军轰炸之前 就被人撕票杀害了 但是现在这段交卷 刚好记录下了 徐伯军轰炸仓库的时候 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 正好赶上进港 我也调查过了 这个山东丸号 它是固定 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 十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基本上都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到达上海 这也可以充分证明 沐远航死亡的时间 徐伯军他正在轰炸仓库 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借银行的保险箱那十年 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 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 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军 保住自己的命呢 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 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 你就可以搬到徐伯军 我告诉你 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 你做不到的 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 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军 可他是徐伯军啊 你这是鸡蛋碰石头 我哪一场仗 不是险中求胜 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了吧 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 我是怕徐伯军起疑心 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军 会牵连到我 会牵连到沐家 如果赢了 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 如果输了 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 所以你说的一辈子 是赢了才有一辈子 输了就没有了 对吗 我 我 如果这输赢 要拿你的命去还 我宁愿不要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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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